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他不打电话给我 我心里很平静 我跟我女儿两个人生活都是心里很平静 我一个人现在也很平静 一听到他这个电话来 就是因为思路不一样 生活方式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我就听到心里面很烦很烦 就是无意之中又是一种恨心 又起来了 又起来了 千万不要起 已经这样了 对不对啊 对啊 一切随缘 一切度众 对啊 你这样都为孩子想想也无所谓的嘛 对不对啊 对啊 我就是想想 啊 你也不能说孩子就是这个爸爸就没了嘛 对不对啊 有时候我就想 哎呦 算了 不要有疼恨心 一旦起了这个疼恨心 很厉害的 会伤自己的 一个人恨的话会伤身 伤身体的 明白吗 遇上自己 对自己将来也不利 这个结很难打通的 所以我就尽量去 不要想到 不要去那个 有时候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修得还不好 对 我知道 没办法 举个简单例子 不好听的话 你的肚子是 你的肚子突然之间闹 闹肚子了 嗯 你在马路上没办法 你随便啊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人家就不会呢 因为人家身体好 体质好 人家就能憋住 磕得住 对不对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哎呦 所以我就要打通台长计划 听听台长的声音 让台长跟我说 听听声音都开心 我告诉你 对的 真的 真的是对的 我告诉你 我们下面的那些 跟着我的那些弟子 厨弟 不给台长讲两句的话 他们对对对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是魂力魂魂魂魂不齐一样的 对对对 一讲他马上头 头就精神就集中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像台长能够多说说我们几句 多说说 我还没空呢 台长真的很麻烦嘛 台长 麻烦 我还没空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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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空呢